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每一粒鑽石内面 其实你会留意一下 就会看到有营造一个不断变化流动的效果 就不是只有一盆盘在着 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我们是收藏了很多颗预製了程式的LED 所以制造到这个可以流动的光芒出来的 当然讲回喇叭啦 我们是用了一个4.1的蓝牙系统 后面当然也有3.5mm的输入 在这个喇叭座上面其实有个轻触式的控制台 这个控制台可以调到一个大小音之后 也可以将高低音可以调节 令到我们的客户是多一些个人化的调节空间 而讲回喇叭 里面其实是内藏了4个50mm的中高音喇叭 和一个100mm的超低音喇叭在这个中间 就是输出的总高率去到72瓦的 而后面也是有一个4个USB的充电的插口 可以给多部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同一时间去充电的 去补给一下 当然开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很澎湃的机器声音 去导航大家的 我们可以示范一下 好 我们稍后时间可以试试音响 现在呢 当然了 驚喜是陆续有来的 为了我们今年特显这个Marvel Studio 十周年这么高兴的日子 和这一套这么特别的电影 我们除了推出了正常的poly版本 就是用poly材料去制造之外 我们今次也是限量制造了一个很特别的版本 就是用一个纯铜去铸造的无限手套的蓝牙纳帕 大家看到这件呢 其实就是它的配件来的 我们刚刚新鲜滚热就是铸造出来 是一个半成品的状态 由于这个造工真的很复杂 而且很昂贵 所以我们只会做到全头发行299只 希望呢 可以给我们的超级的Marvel粉丝呢 有多一个收藏的价值的产品 而且它是一个很重量级的产品 待会各位可以试试拿一下 可以给我们的超级粉丝 可以放在他们的办公室 又或者是放在他们的私人员类网 一路欣赏音乐 亦都一路可以欣赏这件这么珍贵的艺术品 当然啦 接下来我们也会发布一个迷你版的 无限手套的南蛮喇叭 我现在可以示范一下这个铜的质感给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真的用铜珠出来的 是一个完全是金属的製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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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